大家好,我是逍遥 葵花宝典作为笑傲江湖里最牛批的神功之一 虽然会给修炼者带来一些不可逆转的副作用 以及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不可恢复的伤害 但依然有无数的修炼者为了修炼这本神功 前扑后继 甘愿自宫切掉自己的二两肉 修炼者们神功 就像是任我行说过的 这本册子便是葵花宝典了 上面著名预炼神功,引刀子宫 老夫可不会没了脑子去干这种啥事 随即沉引道 可是宝典上所在的武功实在厉害 任何学武之人 遇见之后绝不能不动心 那时候幸好我已学得悉心大法 否则跟着去练这宝典上的害人工作 却也难说 要知道任我行的性格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天不怕地不怕 不把任何东西放在眼里 而在葵花宝典面前 他也差点忍不住自宫去修炼这个功法 足可以看出葵花宝典的厉害 前几期视频逍遥已经给大家讲过 葵花宝典的创始人 乃是前朝宫中的一个太监 是他按照自己情况创造了这门神功 后来这门神功就被莆田少林收藏 而东方不败修炼的并不是完整版的那部葵花宝典 而是后来华山月素和赛子风抄来的残缺版本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当初正是月素和赛子风偷看葵花宝典的行为 让完整版的葵花宝典一分为三 还意外地造就了华山派的另一项神功 关于葵花宝典分出的前两个神功 相信很多人都清楚 一个是月素和赛子风偷露的葵花宝典残本 后来被魔教师张老公打华山时抢走 成为了日月神教的镇教神功 东方不败修炼的就是这个残编版本 而另一个就是福威镖局的辟邪进法 这是当年红叶禅师发现月菜两人偷露葵花宝典后 为了不让葵花宝典荼毒江湖 特地地派出自己得意弟子杜元和尚 前往华山劝书岳祖和赛子风两人 千万不可恋惜葵花宝典里的武功 结果这部传篇的葵花宝典被杜元和尚看到 杜元根据自己对于武学的感悟 再加上自己对于葵花宝典的理解 创造出来了另一种神功 叫做辟邪剑法 并还俗改名为了林远徒 如果按照后来少林方正大师的手法 魔教得到了月菜二人手露的宝典残本 恐怕也没什么得意 使长老惨死化身 那不必说了 令狐掌门说道 任教主将那宝典传给了东方不败 那么两人交恶 说不定也与这部手露本有关 其实这部手露本残缺不缺 本上所露 只怕还不及临远途所物 也就是说 辟邪剑法从威力上来说 要比残编的葵花宝典还要厉害一些 至于分出的第三个神功 则是华山派的紫霞神功 据说紫霞神功作为华山派的内功心法 是华山派称霸江湖的上场内功 出发时若有若无 明如云霞 续尽其刃 铺天盖地 势不可当 发功之人脸上满布紫器 固有华山九宫第一紫霞之称 而根据连载版孝江湖的说法 紫霞神功是由葵花宝典 团本之中分化而出的 是修炼葵花宝典的前提 所谓紫霞秘籍 入门出击 葵花宝典 登峰造极 这部紫霞神功应该就是当初月宿和蔡子峰 在抄录了葵花宝典之后 以葵花宝典的部分经文 创造了这个紫霞神功 作为葵花宝典的入门功法 有种说法是月宿根据葵花宝典 看其蒸汽运行的路线 不但没有避开汇音学 反而将其作为蒸汽汇聚算发的中枢 储存的蒸汽也要远远超出其他窍学 月宿依法练了几次 都是杂念纷纭 欲火汹汹 根本难以集中精力 虽然修炼不成功 但月宿根据杜元和尚当时的说法 结合自身平生所学 创造出了一套内功心法 这套心法如宝典所言 将蒸汽散于各个窍学 但运行路线 却避开了回音学 月宿的想法 是将其作为化身派的高阶内功 在修炼其他内功有成之后 才可以修炼 虽然月宿刻意避开了回音学 但在修炼这门功法之际 仍不免有少许真气流入回音 导致人体不色觉的产生起念 面红而赤 如果人皮肤较黑 面上的红色就会变成了紫色 为了掩饰这种缺险 月宿为其命名为紫霞神功 当年华山剑宗和弃宗大战后 弃宫便以紫霞神功作为正派绝学 修炼葵花宝典的东方不败 可以以一人之力 大战任我心令狐冲等四大高手 就连令狐冲都承认 若不是杨怜廷让东方不败分了心 估计四人都会死在东方不败的手中 既然葵花宝典如此厉害 势力就会自然而然地积远 却不似月宝群这般 去要发功才可以 在这一点上显而易现 紫霞神功类似乾坤 是运势内力的法门 是一种主动的技能 以岳不群的功夫来看 他的紫霞也没修炼得高级到哪儿去 要么使得所用招式威力大增 要么使得自身感知能力极具提升 可见这是一门能全方位提高 使用者能力的技巧 有点类似倚天屠龙记中的乾坤大挪移了 就像当初练狐冲受了 陶古六仙和不戒和尚八种真气阻伤 当时岳不群言道 当日冲儿若是练了一点半点 已能自行疗伤了 可见紫霞神功的化解一种真气的能力 不是一般的强 不过后来因为紫霞神功失窃 再加上令狐冲修炼成了独孤九剑 但对于岳不群却是闭口不谈 让岳不群误以为令狐冲已经得到了辟邪剑法 师徒之间开始产生惊喜 后来也就没有传给令狐冲紫霞神功 化解一种真气 所以按照金庸老先生一开始的设定 紫霞神功的起点是很高的 它是葵花宝典的一部分 只不过岳不群在讲授化山剑宗和气宗实力差距时 也说过这样一番话 三十多年前 咱们气宗是少数 剑宗中的师博师书占了大多数 再者 剑宗功夫极于俗称 剑小极快 大家都练十年 定是剑宗占上风 各练二十年 那是各善盛场 难翻上下 要到二十年之后 练气宗功夫的 才渐渐的越来越强 得到三十年时 练剑宗功夫的 便再也不能忘气宗之相背了 然而要到二十余年之后 才能真正分出高下 这二十余年中 双方斗争之列 可想而知 紫霞神功作为化山气宗的看家本领 岳不群这番话 却也暴露了他的一个缺点 那就是这门神功需要朝年累月的修炼 不像辟邪剑法和葵花宝典一样 能够促称 至少得二十年才能看到一些效果 而且这修炼紫霞神功的这些年 会要求修炼者心无杂念 不仁根本就发挥不出紫霞神功的威力 对于左冷禅 方正 向问天这个等级的高手而言 根本没有任何杀伤力 其实这也比较好理解 紫霞神功虽然脱胎于葵花宝典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 它只是一种稳扎稳打的 修炼内力的基础法门 并不像葵花宝典一样 通过紫功 快速击理自己的内力 从而达到一种速成的效果 但是如果修炼葵花宝典 或者辟邪剑法的人 之前修炼过紫霞神功 那么自攻之后 自身的紫霞内力 就会跟葵花宝典的内力相融合 快速地生成所谓的葵花内力 让修炼者的修炼速度 更上一层楼 因为两者修炼时内力 在经络的走向 大体上还是一致的 所以在逍遥看来 紫霞神功最大的作用 还是辅助修炼葵花宝典用的 若是按照修炼内力的功法 来划分等级 因为紫霞神功 修炼内力的时间过于漫长 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才能看出效果 而且还不一定厉害 修炼的性价比是不高的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 欢迎大家下方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再见